2016直播新锐影响力 年度最具内容创新直播事件 他们将镜头投向了远在日本的一个人的车站 他们用直播参与了小站最后一班列车的告别式 这是一场充满人文关怀 个人尊严的直播 它代表了一种向上的力量 也代表了一种传媒的坚守 获得2016直播新锐影响力 年度最具内容创新直播事件的是 腾讯新闻直播 日本一个人的车站告别仪式 恭喜 让我们掌声有请新京报视频报道部主编刘刚先生 腾讯新闻的领奖代表 新闻资讯部视频资讯中心 内容编辑牛旭女士上台领奖 有请新周刊部主编周可作为颁奖嘉宾 恭喜两位 有请周可先生为他们班长 来 三位一起合影 好的 谢谢周可先生 谢谢班长嘉宾 谢谢 其实在过去的一年当中 新京报作为一家报纸 跨入了直播的领域 也是在新闻界备受关注 所以想问一下刘先生 觉得直播报道和传统的报道 它的张力和影响力 你自己感觉有什么不一样 我是一个工作了有十年的这样一个新闻人 之前是从事调查报道工作 去年转型 直播在我看来 它是一个最新的这样一个工具 然后新京报作为一个内容生产的这样一个平台 拥抱这样新的技术 新的工具 它最大的冲击力就是 在新闻的几个属性上面 比如说即时 真实 客观 以及这个互动交互 有最新的这样一个突破 我们能用直播的方式 让我们的记者 第一时间的抵达现场 提供最真实 客观的这样的内容 是这样的 还可以互动 是 谢谢刘刚 我要问一下牛旭 因为我相信啊 就是我们在台上的这四位 无论是过去从事什么样不同的媒体岗位 其实在我们刚刚踏入媒体这个行业的时候 每个人都有一种被教育的一个敏感 就是哪里有热点 我们就去哪里关注 每个人都希望说热点才是我工作的全部 那我们腾讯新闻直播怎么样会去关注那些 并没有那么多人关注的事件 是如何有这样的思考的呢 首先很感谢YY跟新闻 因为我刚才看了很多颁奖都是我们台前的一些主播 其实作为我们新闻直播团队的幕后工作人员 也很荣幸能代表腾讯新闻 跟我们整个日本一个人小站的直播团队 能获得这个荣誉 那么对于我而言 什么样的题材才能真正打动人 可能我觉得有些时候 当一个题材能真正打动我们制作者的内心的时候 可能我们才有热情去把它传递给更多的人 我曾经想过说 如果伴随你成长轨迹中的一座小站 或是一个人一只宠物 它突然间消失了 那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方式去回忆 可能对于我来讲 直播这样一种延续性的镜头 会当我们想起这个世间的时候 一切都是美好的 这样就足以了 所以我也希望可以借助我们的平台 把更多这样美好的瞬间 去传递给大家 让大家相信这个世界永远是美的 谢谢 谢谢两位一起丰富了我们 所有传媒人共同的视角 谢谢 再次恭喜